好,來,我們問高麗菜,正日二天 但是希望都點不開 那不是因為這個氣候太冷的關係? 其實在高麗菜,高麗菜 在高麗菜當生,八度以下 所以一般來說 要讓它高到生長受限 這個機會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也是有可能 比如說你在八度以下的時候 這個還是有可能性 但是目前看起來就是 我們從後面有傳達的 這個商品 應該是這項溫度沒有太大 它的整個都凹起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去確定一個土壤 是不是有一個高EC的狀態 因為整個這個狀態都已經變 湯匙形的 而且這個月圓都已經有這個燒焦 超大超大 有的說那是不是這個陸菌病 也是有可能 但是一般來說 這個陸菌病不嚴重到這種情形 陸菌病應該狀態 這是陸菌病問題 這個狀態已經枯起來 就是這個高鹽份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應該是肥內 要稍微把這個注意到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很注意的 要很小的 另外一個是說 它這個腥味整個都求起來 超大有的說缺鈣 這麼小的有可能缺鈣 但是你確保也沒有缺鈣 所以我是覺得說 陸菌病可以噴一段硝酸鈣 讓它稍微大一下 因為這個 頭上的這個問題 有可能根本身 是不是已經有這個狀況 所以是不是這個 各方便來幫它該管 所以稍微 算水呢 稍微稍微稍微 稍微稍微 稍微稍微 你也可以用硝酸鈣 頭下底的這個肥內渣濕 稍微稍微稍微 其實 隔壁菜是一個 很難高醫師的一個作物 就是說 你很會蓋著讓你炒的 就是說你如果肥的可以 比較含其他的這個水菜 這類的比起來 它的筋已經是正說很難 因為它是原地 生中環境的一個這個關係 所以 所以我們都說隔壁菜 隔壁菜 像是原生在這個 這個韓國這樣 我們可能都會這種感覺 高壁 隔壁菜 隔壁菜 但事實上這個東西不是 它原生不是在那個位置 但是就是說 它在這個地中海區 地中海沿岸的一個地方 原產是這個地方 所以韓國也是後來再傳過去 但是我們台灣很多 這是從日本韓國這邊又傳過來的 所以這個在我們很多地方 都有在種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都習慣 就說隔壁菜 隔壁菜 隔壁菜 但是它就是這個 它本身是比較耐高醫師 但是這已經嚴重到有這個 季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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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有的人 看他肥不可以吃在冬人 冬人 你給他放很多藥素 這也有可能 因為藥素去隔壁 所以 這要注意一下 因為藥素不可以獨自 所以你有可能是 這空情形去隔壁 去隔壁 因為基本上隔壁菜 是不太怕冷的 就是說 它接近霜洞 這差不多中間四度 這個環圍裡面 它都要有正常的一個行動 而且當然小時候 會怕冷一會兒 但是如果說 大陣起來之後 其實 我們都知道 隔壁菜是比較壞 不然那個隔壁菜 會特別甜 特別好吃 這最主要是 這款的 這個 這個原因 這讓你稍微做一下了解 所以這應該是沒什麼要緊 隔壁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有效面 你可以用硝酸鈣 不可以用硝酸鞍鈣 它有一點 鞍重度的情形 這樣起來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要用一個硝酸 一定要溫度更高 可以用溫 其實不適合用尿素 好